相信大家都聽到風聲,是非常之大風 今天我們玩的活動就是要飛上天野 不知道這麼大風會不會有影響 我們現在先吃早餐 待著來這裡吃早餐 誰知道我們來到已經變成吃下午 可以陪伯的味道 這間餐廳其實都很冷 可以看著海 但是剛才我們隔壁就非常吵 有兩個小孩在這裡,一天哭一天咳 趕快吃完早餐一走了 現在時間上早 我們去附近走一走才去那個集合地點 我們就是住在那裡 這條橋過了就是賴底島 我們剛才就這樣會過來 然後過到這邊就變成城市 有多東西吃,起碼有油站和超市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這裡 最近一間超市有什麼買 這裡是有些日常用品買 但是很好吃的牛肉和和牛是沒有的 這裡就只有普通的牛肉和豬肉 是幫你應付日常的需要 所以我們決定今晚出發去明湖市那間衣服買東西 是不是和wapu差不多呢 好,我們馬上試試這罐是什麼 聞到很香wapu的味道 喝下去那種味道就 不知道怎麼形容 它不是很甜 就是放鬆的味道 唉,有個壞消息 不出我所料 今早大風真的有影響到我們今天玩這個拖曳神 所以就 cancel了 因為今天開始就開始大風 明天改天玩也未必玩到 所以我們這個行程就未必玩到 唉,之前昨天玩了它 昨天這麼好天 20分鐘後 既然天不讓我玩這個水上活動 我唯有買手信 剛剛我們去了這個買紫薯 這個叫做什麼 魚果子殿堂 其實我自己本身對紫薯 就沒什麼特別的喜好 因為我覺得它只有一個甜字 是很甜很甜的 紫色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好想在這裡還有其他味 我們在紫薯專門店 我們是沒有買過任何和紫薯有關的東西 整塊臉都掉了皮 我極度懷疑我這輛車的擋風玻璃 就是沒有這個防 ratio U.V.L.的功能 小朋友是前臂,用這兩節 很紅色,眉露到我iada 但我其他位置都沒事的 我覺得你是我坐車 然後你是帶人 inner RIGHT confident 他的資 SUR 我們剛剛買完手信,現在就要吃東西 暖母拉麵都有幾間分店 一間在那巴士,另一間在明湖這邊 這一間就不需要排隊 還有這個時間,現在差不多三點 應該沒什麼人會吃拉麵 這間暖母拉麵是一個人都沒有 任錯 就這個 接著加日版 現在就要吃飯 我先走出來再說吃飯 我怕裡面的人聽不太好,就背著我 這個暖母拉麵 為什麼它曾經打敗一蘭呢? 真的曾經 因為現在是絕對的 因為絕對沒有可能打得快一蘭 首先它的湯底差很遠 我覺得它的湯底好像用粉溝出來的味道 它跟一蘭的湯底比 一蘭是十分那麼濃 它是七分那麼濃 所以可能六分 真的很淡很淡 唯一像的是麵 可以比一下 肉又不夠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一間 不用排隊的話我會來吃 如果叫我排隊 才吃這個麵 我真的怕脾氣都像 吃完這個暖母拉麵之後 又繼續我們的購物行程 這裡也不錯 這些地方夠近 吃完東西駕10分鐘 又要去到買東西的地方 這間呢 是Donkey的Mega版 真是超大的一間 這些應該沒有拉香港吧 這個呢 全皮革命 是不是豬皮 什麼 小丸子的朋友 這個呢 野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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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躲在車裡面吃東西 我發現這裡很多人都喜歡在車裡吃東西 吃午餐也是 我們常常在拍車 旁邊的朋友在吃飯 嚇鬼 哇這個有趣 有很多隻味 要不要試一下 好像很好玩 那樣 你是不是抽的 1 2 3 來吧 來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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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風有大雨 唉 又是時候吃東西 我們的串燒終於到了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間串燒的雞皮 剛剛賣光 還有沒有這個燒雞翼 因為你吃串燒 可以沒有雞皮和雞翼 所以我們待會吃這個 就會轉場 喝杯 哇 我們這麼快已經轉場了 這一間呢 有點搞笑 我們上網搜尋居酒屋 進來呢 有點像香港的大排檔 那樣的格調 比較吵 大家聽到一些聲音 有些鼻鼻聲 聊到一些聲音 比較吵 跟一般的居酒屋來說 有一點點不同 馬上嘗嘗 好吃 先介紹一下 雞心 雞皮 雞腎 鵪春蛋 紅菇 燒蒜 其實雞腎很少不好吃 有這麼多間都好吃 如果雞腎都不好吃 那間應該要收拾 雞皮 嘩 這間雞皮加不上 雞皮很脆 它的皮是脆的 但是肉呢 就排了一點 而且味道不太夠 這隻雞 最多的都是給6至7分 這個時候太吵了 快點吃完要走 說話都聽不到 今天呢 我吃了兩餐的全燒 都是一般的 不知為什麼 今天真的有點黑仔 那我們明天呢 還有另一個水上活動 希望明天的活動 就不會被這個天氣影響 而取消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回酒店休息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你們 好 我們